皇家强狂飙海龙比昂的一首歌 却成了比昂最后的神作 2013年在安徽卫视的颁奖典礼上 当主持人把迟到20年的奖杯 颁给皇家居时 主持人更是不顾主办方的反思 依旧坚持要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 皇家居这三个字 代表的不只是一个音乐人的名字而已 它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它是一个向上的力量 如果当初皇家居没有被逼着离开 或许这个奖杯也不会迟到20年 90年代香港最具有团治力的狗狂 却并不是不让约翠 反而是有着雄厚背景的者 他们也将这些年的心酸 全都唱在活着变精彩中 就像皇冠中唱的那样 缺冷的我们并不容易 都沉浸在假唱时 时隔四年皇家墙 带着一首《创沙向乐坛》 并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音乐 皇家墙并没有选择唱《海坡天空》 反而是用一首光辉岁月狂炸跨年王贵 一生经过磅磅的挣扎 自信海外面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而在前往这次演出的道路上 皇家墙也曾公开表示 自己不想再唱《海坡天空》 因为每当自己唱这首歌时 总会想起很多 其实唱《海坡天空》 我本身真的不太好 成为了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